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铜蚝健康好吃的做法 配上调好的蒜汁 一大盘都不够吃的 清洗干净的铜蚝要晾干表面的水分 然后再切成段 在切的时候不要切得太碎 切几刀就行 切好后放入准备好的盆里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防止出水 也防止在蒸的时候粘连 再来放入一勺玉米面粉 边倒边搅拌 玉米面粉搅匀后 再加入一勺半的中筋面粉 也是少量多次的加入 直到最后像这样都能沾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水开倒入蒸锅里 用筷子铺平 大火蒸五分钟 不用蒸的时间太长容易发黏 沉着中间几百剥好的大蒜把它捣碎 放入碗里 加一勺辣椒面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倒入多一点的生抽和香醋 适量的香油 食盐 这样一个万能的蒜汁就调好了 现在铜花也蒸好了 把它拿出来 快速的交散 铜花很容易熟 一定不要超过五分钟 把调好的蒜汁倒入 搅拌均匀 这样蒸菜不沾不脱 特别的健康美味 别的蔬菜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做 只用几分钟就可以出锅 简单营养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